其實見到美股今個星期就有個焦點的數據 就是那四月份的個人消費開支 因為這個數據就會影響到貨幣政策 另外就有些零售股的業績 但是整個星期計 其實見到納指是跑得好過大市一點點的 你又如何分析那個美股後市的表現呢? 科指是否一計有機會就繼續跑贏大市呢? 那暫時看整個美股都較為硬正的 你會見到 只是那個波動性是來自一些虛擬貨幣 你會見到那個波動 大家可能會擔心一點 而這個星期確實個人消費物格指數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聯儲局拿著它來決定貨幣政策 接下來怎樣變的 所以如果它的通脹真的升得太多的話 可能會令到大家又再擔心 就是擔心加息那個情況 就是可能我的部份會不會再快一點 但是這個究竟是否還有數說呢? 就是我叫做 因為今次的數據 可能最後聯儲局的官員走出來 都會說我都是短暫的 所以最後的結果 又好像上次公佈美國CPI一樣 就是那個數據可能出來令到很擔心 可能會令到美股回落落 但最後可能聯儲局的官員走出來說 說完後那個市場又會回落來說 statutory結果 所以這個因素會令到美股的整體波動 而亦都会因此而令到科技股都会波动 因为科技股这一转大家都见过几次了 就是当那个息口变化 说那息口未来可能会担心会加息 科技股他们就会很敏感到高 会形成左右是一个区间上落 所以这个礼拜尤其是五月最后的礼拜 所以波动性应该都大 尤其是这个礼拜都一期之算 所以对于港股这边 你看到五月份不是太穷 六月份的走势是不是不穷 六不住 甚至乎有机会弹 那都是会看着美股走势